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巫,欢迎来到动物托邦 52岁的他却有一张25岁的面庞 40岁时身价不菲的他 嫁给了一穷二白年长他12岁的检察官 但谁都没想到 10年后检察官成了韩国总统 坊间传闻他在自己脸上花的钱高达10亿韩币 2022年5月 美国总统拜登第一次见他时都忍不住夸他漂亮 他就是韩国第一夫人金剑西 2022年3月9日 韩国在野党国民力量候选人尹西岳 以微弱的优势在总统大选中胜出 成为了第二十届韩国总统 两个月后美国总统拜登访韩 在美韩领袖晚宴上 拜登对尹西岳说 我们的共同点都是和非常棒的女性结婚了 拜登当时用了married up一词 这是男性自签和抬高妻子身份的表达方式 很快第一夫人金剑西在韩国就成了明星级的人物 她有自己的后援会爱见西 她的服装穿搭从衣服到鞋子 再到饰品包包都会被买断 三星大公主站在她身旁也会黯然失色 2022年11月金剑西在柬埔寨金边 探望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 随后韩梅发出了这样一张照片 身穿黑衣的金剑西抱着孩子 眼神空洞的望向半空中 活脱多的奥黛利贺本的重现 自从日本启动核废水排海后 韩国民众购买海产品的意愿就明显降低 2023年9月14日 金剑西现身釜山水产市场 购买了多种海鲜 甚至上演了现场试吃 单听这些你肯定会以为 韩国第一夫人金剑西在韩国是备受爱戴的 但实际上她绝对是韩国建国以来 最具争议的第一夫人了没有之一 韩国网友甚至将其称为 总统尹熙月身边的一颗不定时炸弹 这是一张拍摄于2023年G20峰会上的 尹熙月金剑西和拜登的合照 金剑西轻易地挽着拜登的胳膊 不了解情况的人乍看之下 还以为金剑西和拜登是夫妻呢 这张照片可想而知 引发了无数韩国网友的诟病 而早在这张照片之前 金剑西就被爆出了学术论文造假丑闻 陪酒女罗生门受贿门等一系列丑闻 不仅如此2021年7月2日 就在尹熙月宣布参选总统的三天后 其丈母娘金剑西的母亲崔银顺 就因为骗保案而被逮捕了 2023年金剑西的哥哥 又因为涉嫌地产舞弊案而被送检 今天我们来聊聊 连韩剧都不敢这么拍的 第一夫人的精彩一生 金剑西原名金命新 1972年9月2日出生于首尔城东区 家中有四个孩子 金剑西排行老三 上面有一个长姐 一个哥哥 下面有一个弟弟 年幼时因为父亲工作的原因 金剑西一家搬到了经济道的杨平郡 金剑西的父亲是杨平郡的一个公务员 为补贴家用母亲崔银顺 在一家裁缝店工作 还经营着一间小吃摊 金剑西15岁那年 家中遭遇了重大变故 父亲骤然离世 留下了母亲和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办完葬礼之后 金剑西的母亲崔银顺 出售了他们早年间 在首尔买下的一块土地 带着孩子们来到了经济道的南洋州市 在那里开了一家 名为新世界的汽车旅馆 定位于情趣酒店生意非常红火 旅馆有48间房 每天来光顾的情侣 有100多对 他们或过夜或开终点房 给金剑西一家带来了不菲的收入 此后金剑西的母亲崔银顺 也开始进一步涉足房地产行业 如今这家情趣酒店 经过翻修之后 摇身一变成了一家疗养院 由金剑西的哥哥金正宇负责管理 而这家疗养院背后 是崔银顺一系列的违法操作 这个我们稍后再细说 1992年20岁的金剑西进入经济大学艺术体育学院 主修美术专业 毕业后又到了书名女子大学读研方向是艺术教育 读研期间金剑西已经开始在几所中学任教了 1999年研究生毕业的金剑西进入了民国大学 攻读数字设计博士学位 于2008年取得了博士学位证书 后来金剑西又拿到了韩国顶级学府首尔大学的EMBA硕士学位 金剑西的财商也是高人一等 据他所说90年代还在上学时 他就通过炒股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2007年35岁的他成立了自己的策展公司 Kobana Content 主要以策划外国大师的作品展览为主 除了是策展人金剑西还在安阳大学水源女子大学等知名高校兼职教授 就这样金剑西学霸加名媛的人设算是立主了 2008年36岁时不知何故金剑西将自己的名字由原本的金命新改成了现在的金剑西 两年后38岁未婚的金剑西认识了年长他12岁的尹西岳 关于两人的爱情故事有两个版本 这里我们先说说从两人口中说出的版本 1960年出生的尹西岳是个大气晚成的检察官 司法考试考了9次都没通过 直到31岁才在第10次考试中拿到了律师资格证 34岁时成为了一名检察官 此后就一头扎进了工作里 年近50了还未婚 一个天气晴朗的午后到寺院祈福的尹西岳 在寺院高僧的介绍下 邂逅了容貌初衷的金剑西 第一次见面尹西岳就为金剑西所吸引了 但两人年龄相差很大 身价更是相差巨大 尹西岳觉得自己没戏 就把金剑西的名片给丢掉了 但不久后还是按捺不住内心的躁动 通过偷偷记下的金剑西的邮箱 联系了他表达了好感 两人随后开始交往 按理说两人年纪都不小了 差不多就该考虑步入婚姻了 但是金剑西却十分犹豫 因为工作了几十年的尹西岳 50岁了还钱包空工 存管只有2000万韩元 也就10多万人民币 要知道当时金剑西的身价已经几十亿韩币了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 一位大师出现了 大师说尹西岳和金剑西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尹西岳原本就是个光棍命 金剑西是个寡妇命 姻缘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他们若是能够结合 日后必定飞黄腾达 两人听信了大师的话之后 于2012年结婚 金剑西曾在接受采访时大撒狗粮说 如果不是我我想尹西岳可能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尹西岳也在结婚时非常甜蜜的承诺金剑西 会给他做一辈子的饭 婚后第二年金剑西就怀孕了 但是因为年龄已经有些高了 而且工作压力非常大 这个孩子并没有保住 如今两人膝下并没有子女 但养了很多猫狗等宠物 也许大师的话真的应验了 婚后两人的事业运都非常不错 金剑西接连策划了许多高端展览 2017年被韩国知名杂志评选为了100位潮流领袖之一 同年韩媒公开的官员财产披露文件显示 尹西岳家的财产总额为64.7亿韩元 其中62亿都是金剑西的 光金剑西名下位于首尔瑞草栋的 阿克罗比斯塔住宅家商业综合楼的价值 就是12亿韩元 这还是当时的价格 关于尹西岳最广为人知的事迹 莫过于他将李明博和朴槿惠两位前总统亲手送进监狱了 2016年朴槿惠亲信干政门爆发 尹西岳作为特别检察组组长 将朴槿惠朴槿惠蜜崔顺时和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荣等人一并拘捕 2017年文在寅上任之后 任命尹西岳为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厅长 在文在寅针对前政府的调查行动中 尹西岳总是称在第一线 后来在调查韩国第17任总统李明博贪腐案中 尹西岳也坐镇指挥 将李明博送入了监狱 赢得了青瓦台的信任 2019年尹西岳被任命为了检察总长 然而随着尹西岳坚持调查多名文在寅执政党要员 比如前法务部长曹国 他与文在寅政府以及执政党的关系渐行渐远 2021年3月4日由于与曹国的继任者 时任法务部长邱美艾之间的矛盾 尹西岳辞去了检察总长一职 但在民间尹西岳清算击毙 打击贪腐 刚正不阿的形象却越来越鲜明 早在2020年11月的一项关于总统人选的民调中 身为检察总长的尹西岳的支持率 竟然高达24.7% 其呼声超过了韩国朝野两党所有其他候选人 令不少人感到震惊 也许是那次民调的结果 让尹西岳看到了自己从政的可能性 2021年6月29日 持续检察总长一职117天后 尹西岳在首尔召开了记者会 正式宣布将加入国民力量党挑战总统宝舵 2022年3月10日 尹西岳确认当选第一届总统 而第二天就是他和50岁妻子金建西 结婚10周年的纪念日了 2019年7月 尹西岳在被文在寅提拔为检察总长时 金建西第一次出现在了韩国民众面前 体贴地帮尹西岳整理西装扣子 那时金建西就因为出众的外貌 引起了韩国一片热议 然而随着尹西岳参选总统 尹西岳的政敌们也把金建西的黑料 给扒了个底朝天 2021年6月一份提为 尹西岳的X档案的文件开始在网上疯传 文件详细记录了尹西岳的成长经历 以及围绕着他家人的种种争议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内容 莫过于1997年 是金建西曾化名朱丽 在首尔江南的华美达万利酒店六楼 做过专门服务VIP客人的服务生 万利酒店开业之后就对外宣称六楼是机房 该区域一直保留到了2016年10月拆除 文档声称万利酒店六楼市韩国建筑公司 三福土建会长赵南旭 专门接见高官政要财阀贵宾的 私密场所闲人免禁 文档推测金建西或者说朱丽 就是在做公关女郎期间 结识了大量财阀主建上位的 这份文档一经发诸可想而知 韩国网民都炸开了锅了 2021年12月韩国初及 跆拳道协会前会长安海旭实名接受了采访 称1997年5月7日 他曾受赵南旭会长的邀请 关临了酒店六层的VIP室 见到了化名朱丽的金建西 当被记者问到 为什么时隔24年还能把日期记得这么清楚时 安海旭说道 那是因为前一天他刚刚参加了跆拳王大会 第二天就被招待去了万利酒店 所以记得非常清楚 而且根据文档内容 金建西和尹西岳的相识也并非什么浪漫的寺庙邂逅 而是由赵南旭会场牵线搭桥认识的 有网友推测金建西改名的原因 也许就是想要抹掉不堪的过去 2021年7月29日 收尔某书店的墙壁上 被人挂上了一张大壁画 壁画包含了一幅神似金建西的女性的画像 配文是朱丽的男人们 朱丽的梦想成为第一夫人 旁边还写着那些年朱丽结石的上流人士们 2000年某医生 2005年赵会长 2006年某检察官 2006年阳性检察官 2007年BM首席执行官 2008年金主持人 2009年尹检察官 尹西岳和金建西对漫画的出现 自然是非常气愤的 但因为漫画并没有指名道姓 他们又没有办法以诽谤罪来提告作画人 2021年12月13日 金建西对朱丽事件做出了回应 他声称自己有两个硕士学位 一个博士学位 那些年不是在忙学习 就是在忙工作 根本没空做什么公关 自己百分之百不是什么朱丽 而且如果他真的是朱丽 酒店有那么多服务人员和工作人员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认他呢 之后尹西岳的政敌们 也的确没有挖出更多金建西 就是朱丽的实锤证据 这起事件就成了一个无解的罗生门 2022年 韩国检方认为朱丽事件的报道是虚假的 并以违反公职人员选举法的罪名 对安海旭和采访安海旭的电视台提出了起诉 但金建西在澄清时不提自己的学历还好 一提学历 关于他学术造假的黑料马上就来了 2021年7月金建西被爆出 博士论文以及读博期间发表的三篇学术论文 都存在抄袭的前一 这四篇论文是2007年一年内完成的 写过学术论文的人都知道 要想完成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至少需要六个月以上的时间 一年之内写出四篇论文的话 那质量可想而知 2022年9月由14个学术协会组成的 泛学术调查组织 公布了他们对金建西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结果 假而言之就是金建西的四篇论文 都毫无正义的存在剽窃的问题 以博士毕业论文为例 全文共860个句子 其中220句都是未标明出处情况下的复制粘贴 40句来自首尔女子大学通识教育学教授顾延生的研究论文 24句来自报纸文章 146句来自一个名为快乐校园的网站 类似于国内的织网 博士毕业论文全文共147页 只有8页内容有标明出处 但金建西的母校国民大学这边则声称 验证论文的5年时效已过 校方无法验证金建西的论文是否存在抄袭问题 国民大学的态度引起了广大韩国民众的不满 2021年10月1日200多名国民大学的毕业生在学校门口拉起了横幅 表示毕业于这样的学校真是耻辱 这毕业证我们今儿不要了就还给学校了 艺术类和工厂管理类文凭本来就是学历造假的重灾区 富人花钱度金也基本上都是选择这两个专业 金建西如果只是个普通的韩国名媛 度个金倒也没什么 不会有人特地去查他 可他的丈夫尹熙悦正在参选韩国总统呀 那自然会有无数双眼睛会盯着金建西的 这还没完2021年11月 金建西又被扒出了简历造假 2007年即将博士毕业的金建西 向无所高校提交了简历应聘讲师岗位 时隔多年后有人发现 这份简历上有20多处虚假内容 包括夸大学术经历 虚假工作经历 虚假奖项等等 简历上面写着2006年金建西曾到纽约大学 斯特恩商学院留学 攻读娱乐和媒体课程 但实际上这所谓的留学 就是2006年金建西在首尔大学 读的一个为期六个月的课程的一部分 金建西满打满算 只在纽约待了五天 每一天上课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 下午基本上都是在参观纽约的一些博物馆 但在简历上金建西却把这段经历 单独给拎了出来 另外金建西还在简历中写着 2003年12月至2006年12月间 他在H文化科技公司的战略企划部工作 可这家公司在2004年11月才成立 金建西这难道是穿越时空了吗 在韩国游戏产业协会 以及台安孔甘卢夫两家公司的工作履历 也存在相同的问题 金建西的简历上写着 他2002年3月至2005年3月期间 在韩国游戏产业协会任理事 但该协会2004年实际上才成立 简历上还写着 他1998年至2002年间 在台安孔甘卢夫工作 这间艺术策展公司 1999年才成立 对此金建西的辩解是 在这年份他可能是因为时间太久远记错了 但他确实在这几家公司工作过 金建西还声称2004年时 他获得了首尔国际动漫节的大奖 但记者查看获奖名单后 发现里面并没有金建西的名字 面对种种疑问 金建西还不承认这是造假 说这顶多是对自己简历的一种包装 谁都想让自己的简历看起来更漂亮 在H2面前脱颖而出吧 门心自问难道你们就没有夸大过自己的简历吗 如果你们非要说这是罪 那就是罪吧 面对媒体 金建西还说到 我又不是什么公众人物 也不是公职人员 这死不认错的态度自然是点燃了韩国网民的怒火 也影响到了金建西老公尹锡悦的支持率 无奈之下2021年12月26日 金建西专门召开记者会公开道歉 说快大履历都是自己的错 因为自己让自己的丈夫难堪了 他非常心痛 有人统计出 记者会上金建西一共道歉了六次 说了五次我错了 最后还不忘把自己的家事也拿出来说一通 希望得到公众的同情 他表示尹锡悦一直想要个孩子 但自己却一直没能满足丈夫的愿望 作为妻子他非常的不称职 而很快人们又发现金建西造假的 可能不仅仅是学历和简历 还有他漂亮的脸庞 2021年12月8日 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金建西过去和现在照片的对比图 但金建西坚称自己就是做了个双眼皮手术 咱就说这双眼皮手术的效果 也就韩国医生能办到了吧 如果你觉得这些黑料已经更狗血了 那我告诉你更狗血的还在后面 2022年1月16日 韩国MBC电视台Strike节目 公开了多段金建西跟一名记者的通话记录 记者提供给电视台的通话录音 长达7个小时 节目一经播出就创下了收视新高 该记者名叫李明秀 是左翼倾向的网媒首尔之声的一名记者 2021年7月6日 李明秀又第一次给金建西打电话 当时金建西还是十分警觉的 他跟李明秀说 我不接受任何采访 金建西如此警惕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手画之声这个媒体对隐稀乐所在的国民力量党是充满敌意的 该媒体发表了很多攻击国民力量党 我们共和党等右翼或者说保守主义政党的言论 但在第一次通话即将结束时 金建西又表达了对手尔之声的法人代表白恩忠的感激之情 因为在2019年7月 尹熙乐被破格提拔为检查总长时 一家名为NewsTapa的媒体发布了一系列 关于尹熙乐的负面新闻 当时手尔之声法人代表白恩忠就站出来 激烈抨击了NewsTapa的报道是不真实的 白恩忠当时会站在尹熙乐这一边是不难理解的 2019年至2020年间 正是尹熙乐刚正不阿的形象最深入人心的时候 而且当时身为检查总长的 他是不能也没有加入任何政党的 自然就和手尔之声不存在任何政治意见上的冲突 正是这件事让金建西觉得 他们和手尔之声之间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 即使如今尹熙乐已经加入了国民力量党 也许手尔之声依旧是可以被他们所用的 2021年7月到12月间 手尔之声李明秀记者和金建西共通话了50多次 李明秀逐渐取得了金建西的信任 两人甚至以姐姐和弟弟相称 2021年7月12日 金建西首次提出让记者李明秀加入他们的阵营 为尹熙乐的大选助力 7月21日金建西在电话中大骂 尹熙乐所在的国民力量党实在是太业余了 尹熙乐曾经是检察总长 如今站出来竞选总统 这么好的噱头 国民力量党都没有给很大的助力 9月15日金建西怂恿李明秀 在记者提问环节故意为难一下洪准韶 洪准韶和尹熙乐同属于国民力量党 后来在党内初选中输给了尹熙乐 2021年9月3日 李明秀在电话中故意问金建西 如果我加入你们了能做些什么工作呢 金建西说 哎呦那能做的事多了 按照我的吩咐做就行了 可以做弟弟你最擅长的情报收集工作呀 金建西还跟李明秀说 如果我老公当选总统了 你肯定会是最大的受益人 你以为进步派的李在明当选的话 你能获得什么好处吗 根本就轮不到你 2021年10月18日金建西又承诺李明秀 如果你过来跟着我们干的话 干得好一个亿韩币的报酬没问题的 这些通话录音通过MBC电视台放出来之后 韩国舆论直接就炸开了锅 在MBC的这期节目播出之前 金建西曾尝试以违反通讯秘密保护法为由 向法院申请禁播该节目 金建西方面认为 李明秀在未争得他同意的情况下 偷偷录下了两人的对话 这属于违法行为 不经他同意将对话公开 更是属于侵犯了他的隐私 不过法院方面认为金建西属于公众人物 而且通话内容涉及到了总统选举 可能会对民众的投票产生影响 所以法院同意了电视台公开对话的大部分内容 但是需要隐去跟公众无关的 涉及金建西家人隐私的内容 不过与此同时 李明秀在韩国也引发了针对记者的信任危机 不少人开始质疑 李明秀这么做是有为职业操守的 另外有意思的一点是 在通话录音中还有一段金建西对朱莉事件的回应 金建西说我根本就不是朱莉 安海旭完全就是在胡说八道 他最好一直接受采访 因为说的越多错的越多 他迟早是会坐牢的 事实上声称在万里酒店六楼VIP市 接受过幻名朱莉的金建西服务的 出击台权道协会前会长安海旭 也确实于2024年1月30日被韩国警方逮捕 除了金建西金建基的娘 在这似乎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2021年7月2日就在尹西岳宣布参与总统竞选的三天后 丈母娘崔银顺凭实力上演了一出 什么叫做丈母娘坑女婿一坑一个准 前面我们提到了金建西的母亲崔银顺 凭借情侣酒店赚到了第一桶金 也尝到了房地产行业的红利 这家酒店此后被改造为了养老院 然而2021年崔银顺被指控以非医务人员的身份 与他人合伙设立医疗基金 非法开设老年医护机构 2013年至2015年间 崔银顺从国民健康保险公团骗取疗养保险金22.9亿韩元 合约人民币1278万 崔银顺的三名合伙人在2015年时被判有罪 崔银顺因为写下了免出责任保证书 在当时并没有被立案 但2020年11月 国民健康保险公团认为 崔银顺获取保险金的方式是不当的 对其提出了起诉 并要求追回22.9亿的保险金 2021年7月2日 韩国义政府市地方法院做出了一审宣判 判处崔银顺有期徒刑三年 并当庭逮捕了他 彼时毫无从政经验的 尹熙月刚刚宣布参选 或许是为了不影响仕途 他在获知该案的判决后 立马表明立场说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是我的信念 然而仅仅半年后 2022年1月25日 二审法院完全推翻了一审的判决 认定检方提交的犯罪证据不足 崔银顺被无罪释放 随后国民健康保险公团 也撤回了对22.9亿韩元保险金的追讨 不得不说 崔银顺被判无罪的时间点 是非常微妙的 因为二审宣判仅仅两个月之后 崔银顺的成龙快婿尹熙月 当选了第二十届韩国总统 按据审判过程中 尹熙月这个检察官出身的总统候选人 是否起到了什么决定性的坐有 内幕没人知道 但根据媒体韩民族的报道 二审法官和尹熙月 是司法研究院的同学 跟崔银顺的辩护律师 也是同学关系 而且还一起工作过五年 通常这种情况 法官是应该回避该案的 检方也由此 对二审判决结果的公正性 提出了质疑并提起上诉 但同年12月 最高法院还是驳回了检方的上诉 认为判决结果并没有问题 崔银顺最终被宣判无罪 但在这起案件中 崔银顺侥幸逃脱了 并不代表他可以一直这么幸运 早在2021年3月 韩媒All My News就发表过一篇题为 尹熙月的岳母痴迷 与房地产的文章 文章的副标题是 岳母崔银顺是尹熙月指甲中的刺 暗指尹熙月早缓 会被痴迷炒房的岳母给拉下水的 很快这根刺又让尹熙月隐隐作痛了 在深陷骗保门的同时 崔银顺还被卷入了另外一起案件 2020年3月17日 崔银顺因涉嫌伪造银行存款证明 伪造私人文件违反房地产实名法等罪名 被刑事起诉 据指控2013年4月至10月间 崔银顺在经济道城南市岛村栋购买土地时 曾四次伪造银行存款证明 以作为购房担保 总伪造金额高达347亿韩元 合约1.94亿元人民币 在购买地皮的过程中 崔银顺还多次以合伙人安某 以及安某女婿的名义签署合同 这也违反了房地产实名法 2021年12月 一审法院裁定 崔银顺伪造文件罪名成立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崔银顺认为一审判决量刑不当 于是提起了上诉 2023年7月21日 戴着珍珠项链打扮得体的崔银顺 在律师的陪同下 一脸自信的快步走进了 经济道义政府市地方法院 听取二审宣判 结果法官宣布维持一审原判 并且法官还认为 崔银顺涉案均额巨大 存在累赘风险 而且随时有逃跑的可能性 做出了当庭逮捕的决定 听到判决结果的崔银顺 在法庭上上演了魔幻一幕 他高声说着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请再说一遍 判决结果是不对的 我要在上帝面前服毒 让我死在这里算了 接着76岁高龄的他 盛怒之下一度晕倒 闹剧僵持了整整20分钟 最终崔银顺被四名女警 驾着胳膊抬进了押送车 今年5月14日崔银顺获甲氏出狱 就在崔银顺入狱前的两个月 2023年5月12日 金剑西的哥哥 尹熙岳的大舅哥涉嫌的 杨平工薪地区开发舞弊案 调查结束 金镇与金银的ESR&D公司 在开发杨平工薪地区时 为减少开发费 伪造与工程款有关的证明文件 需报工程费用和施工时长 共少交开发费17.48亿韩元 合约人民币912万元 紧接着更离谱的裙带关系事件 又被扒出 早已规划好的首尔杨平高速公路路线 在尹熙岳上台之后突然改到了 新路线的终点正好是金剑西家 拥有大片土地的位置 在这附近金剑西家有20多块地皮 这些地产有的归崔氏和几个孩子 共同所有 有的在金剑西的弟弟 也就是尹熙岳的小舅子名下 新路线的提案很快被当地议会通过 这么大的事 连个公开的听证会都没有 高速公路路线就这么悄悄地被改了 很难不让人怀疑着 中间是不是有猫腻 2023年7月 由于舆论的不断发酵 民间质疑声也不断扩大 时任国土交通部长官袁熙龙 不得不召开记者会 宣布紧急叫停该项目 还称自己并不知道 新路线会经过金剑西家的土地 除此之外 金剑西和其母亲崔银顺 还涉嫌在了09年至2012年间 参与操纵宝马汽车 在韩经销商德意志汽车的骨架 从中获利数十亿韩币 可以说这家人 就是在法律红线的边缘疯狂地试探 在媳妇一家人一通操作猛如虎之后 尹熙岳刚正不阿的人设 也逐渐崩塌了 以前他是将前总统 朴槿惠李明博送进大牢的正义检察官 如今他的命运似乎也被握在了其他检察官手里 看来清瓦台诅咒还真是悬在 历任韩国总统头顶上的一把刀呀 说到这儿 有人可能会感到好奇了 2022年总统大选结果出来之前 尹熙岳和金剑西一家 已经闹出来这么多丑闻了 那为什么尹熙岳还能当选总统呢 用我韩国朋友的话说就是 不怕你自己不够强 就怕你对手不够弱 那次大选出现了一个韩国建国以来史无前例的现象 那就是支持率最高的两名候选人 继尹熙岳和李在明的国民非好感度 依旧远远高于好感度 韩国民调机构Hanky Research随机抽调了 1000个18岁以上的国民做了调查 结果56.6%的受访者都认为 很有必要更换这阶的候选人 所以说那次韩国大选就是一场 烂与更烂之间的抉择 当时尹熙岳最大的竞争对手是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 就在金剑西被爆出论文抄袭 操纵股价贿赂记者等一系列丑闻的同一时间 李在明也被爆出了儿子赌博 妻子涉嫌只是李在明下属处理私事等黑料 2022年初李在明又被爆出 在任职经济道知事期间 涉嫌滥用职权和违法公职选举法 其私人律师被指控暗中收取了巨额贿赂 该案的吹哨人李秉哲在出庭坐证前 离奇地死在了首尔西部的一家酒店内 另外李在明在任职城南市长期间 曾身陷一庄房地展开发腐败案大装动事件 巧合的是该案的两名关键生案人员 也在李在明配合警方调查前相继去世 关于大装动事件要细说的话 恐怕得另开一期了 我们先挖个坑之后补上吧 总之瘸子里挑将军 尹西岳以48.56%的得票率赢得了大选 李在明紧随其后得票率为47.83% 两人相差不到30万票 是韩国总统大选历史上票差最小的一次 如今尹西岳的任期已经过半 而他和金剑西一家的黑料 一点都没有停下来的趋势 2023年11月27日前文提到的韩国左翼网媒首尔之声 又发布了一支核弹级的爆料视频 视频拍摄于2022年9月13日 内容是美籍韩裔牧师崔赛勇 在拜访第一夫人金剑西时 给金剑西送上价值300万韩元的迪奥名牌包包的场景 金剑西嘴上说着 哎呀您怎么总带这些东西来 下次不要这么做了 但身体却很诚实地收下了礼物 视频是崔赛勇牧师用安装在手表上的隐藏摄像头拍下的 而礼物是首尔之声准备的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崔赛勇是一位主张朝韩建立友好关系的牧师 但尹西岳对朝鲜采取的是更好斗的立场 2022年1月尹西岳参与总统竞选期间 崔赛勇主动联系上了金剑西 希望能给尹西岳一些建议 2022年5月崔赛勇受到了参加尹西岳就职典礼的邀请 一个月后为了感谢邀请 崔赛勇在金剑西的办公室里拜访了他 并送了金剑西价值1300美元的香奈儿化妆品礼物套装 崔赛勇说在那次见面中 他无意中听到了一段对话 似乎是金剑西对一位高级政府官员的任命起到了作用 这让崔赛勇做出了揭露金剑西的决定 之后崔赛勇就跟首尔之声搭上线了 首尔之声准备了名贵的奢侈品包包做礼物 2022年9月13日 崔赛勇第二次跟金剑西见面时 不讲武德的在手表上安装了隐藏摄像头 崔赛勇表示他曾多次向第一妇人金剑西提出过见面请求 每一次都会提前发送一些礼物照片 但只有两次获得了见面准允 这两次都是因为礼物是奢侈品 根据韩国反弹法的规定即使不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 韩国政府官员及其配偶也不得接受价值超过750美元的礼物 这支视频已经发布在韩国立刻引发了热议 尹熙岳这边的回应是 这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 崔赛勇在谈话中声称 与尹熙岳已故的父亲是同乡 试图以此来套近乎 几次要求见面 而且视频是在事发一年之后才发布出来的 这就是想要影响接下来的2024年韩国国会选举 尹熙岳强调说 她夫人最大的问题就只在于 没能狠心拒绝见面 有时候总统和总统夫人 也不可能做到对所有人无情 但即便是这样解释了 韩国民众依旧不太买账 因为金剑西收受了名牌包 这是不争的事实 正确的做法就应该是坚持拒收 或者之后把礼物退还回去 2023年12月 公民团体参与连带 向韩国负责反弹工作的政府部门 国民权益委员会 检举了尹熙岳、金剑西和崔在勇 权益委随即对金剑西收受名贵礼物仪式展开了调查 2024年6月 权益委公布的调查结果是 金剑西无违法行为并宣布结案 然而两个月后的8月8日 权益委一名负责调查此案的高级官员A某 被发现在家中死亡 让这件事情又起了波澜 根据韩民族日报的报道 A某在去世前两天 曾给朋友发信息说 最近我们让大家失望了 真的很抱歉 心里很难受 6月27日 A某还曾经给朋友打电话 约喝酒 说权益委决策曾强行 让金剑西收受名牌包包事件结案 我不同意 但又不能反对 真的好累 韩民族日报在8月9日 刊发的另一篇报道中 披露说 金剑西涉嫌收受名牌包包事件 曾经在权益委全体会议上 引发了激烈的意见冲突 主导结案的是委员长柳哲恒 以及与尹熙月关系密切的 三名副委员长 一些委员曾提出反对意见 说如果就这样结案的话 会在全球丢脸的 可能会被误以为权益委 在辅佐总统 期间当一名委员 将名牌包包称为贿赂物时 另一名委员 立刻制止了这种说法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韩国民众 担心总统一家 会跟邪教扯上关系 早到2021年总统大选期间 就有人发现 尹熙月在参加初选辩论时 首长心中写了一个王字 不少人猜测 这可能是算命师 或者是萨满巫师 给尹熙月写的护身符 接着一个名为天公的大师 被八叔和尹熙月 金剑西一家关系匪浅 一时之间 尹熙月利用巫术助选的猜测 甚嚣尘上 这位名为天公的算命大师 自称是尹熙月的人生导师 尹熙月每每遇到困难 他都会提供帮助 几乎每十天就会见尹熙月一次 他还说是尹熙月的妇人金剑西 先联系他的 随后通过金剑西 他见到了尹熙月 2021年10月5日的电视辩论中 柳成民前议员问尹熙月 认不认识天公大师 尹熙月一开始说的是 啊我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呀 接着柳成民说到 有报道称天公大师说 他是你的导师 尹熙月这才吞吞吐吐的承认 啊认识是认识 但他不是我的什么导师 不过对于手心的王子 尹熙月坚称 这并不是天公大师写下的 就是他参加辩论之前 支持他的邻居大审 为了鼓励他 在他手掌心写下的 而对于王子宜云 天公大师自己也出来澄清说 这事跟我没有什么半毛钱关系 而且如果我提前知道 尹熙月要这么做 我肯定会阻止他了 众所周知尹熙月刚一上台 就把办公地点从清瓦台 搬到了龙山区的国防部大厦 美其名曰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尹熙月称 清瓦台空间布局存在问题 主楼和秘书楼是分离的 总统办公室与参谋团工作地点 相距较远 导致沟通受阻 但实际上大部分韩国人都认为 尹熙月搬离清瓦台 就是为了躲避传说中的清瓦台诅 而坊间传闻搬到龙山 也是受到了大事的指点 尹熙月在韩国还是出了名的 宠妻狂魔加妻管言 2022年5月 尹熙月和金剑熙携手 参加一个就职纪念晚宴 好颖的尹熙月刚刚拿起酒杯 金剑熙就送去了一个犀利的眼神 剧内的总统慌忙放下了酒杯 金剑熙这才将目光 从尹总统身上给移开 还有在就职仪式上 尹熙月站得靠前了一些 就被金剑熙狠狠地给拉了回来 这一幕也被韩媒广泛报道 一些网友因此非常担心 干政们会再一次上演 过去朴槿惠身后站着的是 闺蜜崔顺时 崔顺时身后站着的是财阀们 可能还有邪教 而如今尹熙月身后站着的是 夫人金剑熙 金剑熙身后除了财阀 也有一些大师们 但不管怎么样 相信在未来韩国总统一家 还会不断为我们带来 更多更精彩的八卦故事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